那么再来我们使用线的指令呢 去绘制矩形 好 同意现在shift的按着不放 然后滑鼠中间滚的按着不放 让它平移过来 我们待会再介绍移动 你把它拉过来 OK 好 同意 那我们现在来绘制一个矩形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矩形的这个长度 x走的方向多少呢 同意我们给它80 OK 那它的宽度多少 同意宽度我们暂时给它这个30好了 同意我们现在用线去画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用矩形来试试看 怎么做 OK 好 好 那现在线的指令呢 同意就直接执行这个按钮 或打L也可以 同意就按它 OK 来空间上指定一点 左键 然后往右拉伸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叫红轴上吗 就x走方向 你就给它打多少 80 因为你用线去画嘛 对不对 拿Enter 然后再往上 同意往上给它那个 在绿轴上就是Y轴追踪 我们就给它打多少了 打30 Enter 有没有 同意那往右拉伸 你可以滚轮可以放大 同意指令在执行中 然后可以执行滚轮了 他你滚轮往前放大 知道吗 OK啊好 那你续乱者滚乱者可以一样 拖椅啊 这边都可以做啊 OK好 团内你看这个 那红轴上有没有 他一直到这里 他过来 他这个地方你可以他没有办法 像我都可以这样有那个什么 那个自动追踪啊 不过他是有一个重点 知道吗 重点 所以团你看有一个 看不太清楚的这个绿色的线的 他们就往上拉 到时候我们背景可以调了 有没有看到这个线 他一路到这里 有没有看一个叫重点的 按左键 OK 这样就追踪了 OK 那如果说你不想追踪 你可以往这里画打多少 80也可以 这样的意思吗 Enter OK 这样OK哦 那直接锁到底啊 这边锁底按左键 团队 团队你把矩形画完了那一瞬间的 团队他直接是干嘛形成面 这样的意思吗 而且他的线会断掉 他跟我都可以不一样 他都可以 你把线画完 你还要按一个时间把线结束掉 而且我们这个schedule 封闭起来之后 直接干嘛 形成一个面 这样的意思啊 就在方便的地方了 OK 好 当然他有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他有些东西太自动化 那我们不是每次都要线啊 那你还要把它删掉 OK 好 那现在团队 如果万一你不想要这个线怎么办 团队 那你要先结束这个 这个线的指定 因为现在画 是不是在画线对不对 这是笔在执行啊 同时请你按这个 你现在这个结束对不对 同时我们这个地方在执行对不对 那你可以把它结束就按这个 这样的意思吗 按左键 有没有 他就结束 OK 不然就是按空白 按这个空白键会执行这个指定也可以 OK 你看我点这里啊 同时你看按空白键 有没有 他就直接切完这 这样也可以啦 OK 同时那我现在把这个 假设你没有面欲的话怎么办 同时就把这个面呢 点它把它删掉 我们点它叠叠键 这样删掉 这样的意思吗 它就变空心的 OK啊 好 那你说 可是我想要再形成面欲啊 同时再画一次 同时按这个线 这之前讲过了 点它 然后再补一次 它你这样补 补这条线 或者补这条线都可以啊 OK 然后做完就按确定 结束命 对不对 然后标注 同时标注的做法都一样 按这里 这样东西是吧 标注尺寸啊 我们就点它 好 你可以选这个线啊 用选的 选这个线 你用锁的也可以啊 比如说我用锁点的方式 这边锁按左键 然后这边锁另外一边 你看 在锁点执行中呢 它就给你标注 然后锁这里按左键 拉出来80 左键 这样东西是吧 执行还在执行啊 因为这个地方还在执行 你看这边按着嘛 还在执行 所以同时你可以直接 再选这个线 你也可以用选的啦 左键拉出来 然后这30 左键这样 懂意思吧 OK 就这样标注啊 OK 那你说 那这个标注 可不可以标那个 对齐标注的那种功能 可以啊 如果假设你要去标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要去标这一段 这个点啊 这个点 跟这个点啊 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比较细的话 就没办法 因为这毕竟是 schedule软体 如果说你要完整的标注指定 我建议你还是用 Auto key 去2D做工程图 比较OK 好 那我再做一次 按这个 然后锁这里 这样东西是吧 左键 OK 然后再锁这里 有没有 左键 然后拉到上位 你现在怎么拉 都是水平跟垂直 你看 对 有没有 它会这样切换 这样切换对 所以拉过来 对 就往这里拉 往那个角度去拉 斜度一拉就可以了 OK 好 就这样追 就沿着这个线去追 这样追过来 你们看到一个红色的虚线 因为你这样拉的话 就是水平 你就靠近它这样追 OK吗 适当位置 就这样 适当位置 这样左键 这样标出来 这样懂意思吗 OK 好 确定结束迷离 OK 那当然 当然这个有同学 如果认为你要去载入 这个 这个外挂程式 有没有 它一些它的附加 这个城市软体的 它也可以做多功能的标注 可是我们现在还是讲它原本的内建 对 什么 OK 我们就讲它原本的负予的指令就可以了 好 这是使用线去画的举行 知道吗 那如果你用举行指令会吗 举行指令 按这个 OK 同时如果说你两点形成矩形 你看左键 然后适当位置 适当位置 左键 同时这个指令就是两点 就像这样 1 然后2 对角线 同时对角线就形成矩形 而且矩形是xy是乱化的 不过它会自动形成面 这样懂意思吗 OK 所以你看 左键往这里拉 左键都一样 对角线 形成矩形 这样懂意思吗 OK 好 来续乱者 滚乱者 推过来 同时如果假设 我要想用举行去画一个 这个 大家看一下 要画一个比较正规的 这个80乘上30 那怎么做 那你要指令行要输入 待会下指令要输入 我们第一个点 还是用左键去指定 同时那第二个点怎么办 同时第二个点 我们指令行给它输入 知道吗 OK 那这个指令行你要输入多少 请注意哦 它不需要那个 AutoK那种 相对坐标输入法 小鼠在前面不需要 他直接打什么 X再打Y 所以打80 然后逗号30就可以了 这样懂意思吗 你直接输入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OK 有时候你看一下 来空间上左键指定第一个角点 按左键 那你右上有拉伸 对啥拉伸 夸张一点没关系 对你的指令行 你看这里指令行 这里啊 就给他打多少 80逗号30就可以了 对80在前面 先打X再打Y 这样懂意思吗 OK好 所以我现在呢 这个地方打80 逗号 你不用小老鼠80逗号 然后30 这样的意思啊 按确定Enter 这不是空白键的 按Enter 你看他做出来了 这样懂意思吗 OK好 来空白键解数命令 那我们去按标注命令 按这里 我们标看看对不对啊 他要选这个线 左键往上拉 80看到吗 左键OK啊 然后再执行 左键往这里拉 30按左键 这样懂意思吗 OK 那我问你啊 你现在这个地方是往这里画吗 我们这个地方是第一点1 然后往右上角拉伸 这地方第二点 对不对 直接这样输入80 逗号30 对不对 OK 那可不可以 就是说这个 我们希望能够 往这个右下角画 好 比如说像这样 往这里画 可以哦 但是你也不用去打什么正跟负 哦 懂事啊 我们在我都可以世界里面 是不是是不是往右边是正往左边是负吗 往上面正往下面负对对 在schedule世界里面呢 你直接打尺寸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们先打 X轴的80跟Y轴的30 那个30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假设了 我们先这样测好了 他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50啊 然后他的这个距离呢 这段Y轴的距离呢 假设我们给他这个100好了 好 50对100 那要怎么做 当然是用矩形指令啊 同样用这个矩形指令 看到吗 矩形的指令 OK 然后第一点 第一点左键按这里 对不对 同来第二点怎么办 同来这一点的坐标 你这个地方指令 还要输入多少 同来就给他输入这个50 先打一个轴 懂的啊 逗号100 这样懂意思吗 你不用去管正跟负哦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Olocate 知道吗 你直接打尺寸就可以了 就是50逗号100 直接给他打尺寸就可以了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空间上 按这个矩形 有没有 来空间上 执行 左键 然后左下有拉伸 同样这样拉伸 你就给他怎么样 50 逗号100 这样懂的 先打X方向 再打Y方向 OK 好 按确定 有没有 他就把他做出来 这样懂意思吗 按确定 OK 好 我们标看看 同来在执行标注的时候 一定要结束指令 同来按这里 50看到吗 OK 然后点这里 拉出来100 有没有看到 OK 确定 好 同来先试一下 这个画法 知道吗 就是 你可以用线去画矩形 你也可以用矩形 指定去画矩形 这还可以 但是呢 他不需要去管这个正根负的问题 反正就是先X走再Y走 这样东西 先X走距离再Y走距离用逗号 不需要搭小鼠 OK 来大家先试一下 同来这个矩形的部分 大家试一下 我可以用线去看 帮我 我可以用线去看